今天小年夜明天除夕后天过年 节年的几天年假放下来 大家过一年 长了一岁 小心腰围也多一圈哦 那么这几天如果一直大吃大喝 不运动不注意的话 小心哦 下个礼拜你一两体重 哎呀少则增加了个一两公斤 多则一下子一个礼拜可以胖五公斤哦 大鱼大肉吃吃喝喝 过完年体重一下子都多了四五公斤 但想要减回原来体重 可得历经一番奋斗 过年到了很多人都会大鱼大肉 不过你可得开始运动了 因为根据一项调查 国人在过年期间平均都会胖1.7公斤 卫生署调查发现六成三的民众 在过年期间不会特别注意自己的体重 近四成一的民众表示 每到过年期间体重就会增加 而平均约增加1.7公斤 原因就是四成七的民众 几乎天天吃饼干糖果以及零食 差不多两公斤有吧 对啊 因为就是如果没有出去的话都在家里吧 那你难免就会吃吃喝喝啊 两三公斤吧 那自己有没有特别运动 现在有 吃的多动的少当然容易胖 营养师建议年菜烹调 不妨改以蒸煮烤凉拌等低油烹调方式 尽量以去皮去油 以水果茶取代零食 无糖茶取代含糖饮料 还有多散步 因为吃下100大卡的零食下肚 必须连续快走半小时才能消耗热量 多动才不会放玩架回来变成大富婆 这一新闻台北综合报道